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释迦牟尼佛 他因为了解了宇宙生命当中 人和事物都是无主宰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活下去 没有一个人可以主宰的世界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变化的 所以没有办法控制它 用现代话讲 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人 我也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件事物 因为它是非自然的 万物皆因因缘所生法 都是因为缘分 都是因为你今天去做了这个事情 产生了这个缘 而这个缘又让你产生了另外一个缘 叫序缘 所以人在缘中生缘 缘中灭 这个就是无常观 所以我们说 我说即使空 空是宇宙当中的本体 你们想想看 你们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看见某一件东西被人家买走了 或者某一件事情失去了 这个时候你往天空看一下 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 你会觉得宇宙一切都是空向 这世界有什么面子 有什么放不下的 抬头看看宇宙空间 多么的浩瀚 多么的伟岸 所以想一想 心中多么的渺小 其实人的烦恼 只是因缘在你的内心起着一些波然 在因缘控制的过程当中 只是对本体一些作用而已 就是人的本性 你会刺激到我 让我产生了五欲六成 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佛法界才把它称之为 缘起性空 缘分开始了 你要了解他的本性 到最后一定是无常的 是空的 所以性空才能缘起 就像我们去帮助一个人 我们跟这个人一定有缘分 你们去度一个众生 你们一定跟这个众生有缘分 因为我要学佛 因为我是学佛人 我学大乘佛法 我必须去救度众生 所以你就会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时间 用你的能力去帮助他 去让他的思维 去了解佛法真实的意义 你有时候会用你的财物 去布施给他 然后你会去说法 去让他解脱 这种产生的因缘 就是因缘所生法 一个不认识的人 最后会成为你的一个好朋友 一个你度过的人 他会视你为佛 这就是因缘所生的一个法 然而所生之后 就是缘起信空 因为他慢慢的成熟了 他慢慢的懂得很多了 他慢慢的越学越精了 那么因为你帮助过他 你做完了这件事情 缘起过了 到了最后他能够悟出这个道理 你做完了 缘也就空了 你不可能一辈子这么 扶着他走 就像我们现在会开车的人 谁还会想到 曾经帮助你 教练车的那种师傅 没有啊 缘分 就是教会你了 结束了 人跟人的缘起了 到了最后你要了解 本性是空的 所以很多学佛的人 他不能理解这些 我说即是空 也就是说 菩萨说了 佛说了 连说话说过了都是空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大佛说 我说法说了这么多年 我没说过什么 你说说过吗 说过了 说过了呢 在哪里啊 没有了 我帮过你嘛 帮过了 帮过之后呢 又没有了 所以这就是缘起信控 今天呢 跟大家呢 这个缘起信控分享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那么给大家呢 说一个故事 说个故事 这个人的意念呢 非常重要 如果你一念虔诚 因小果大 所以很多人呢 不要以为啊 一个念头帮助别人 哎呀 很小这个因啊 果报大的不得了啊 那这个故事就是 有一回 佛陀来到了 全是佛罗门总的一个国城 因为印度啊 有很多的城 这个城呢 里边的国王呢 他们的城里边的国民啊 基本上都是佛罗门教的 那个城主啊 听说佛的射受力很大 就是很有影响力了 他呢 觉得受佛教化的人特别多 他内心啊 十分的恐慌 他害怕佛罗门的教理啊 会因而站不住脚 每个教派的教理都不一样 他为了防止 这个情况到他们 城里来 他预先呢 发布了一个命令 好 你们凡是谁去供养佛的 接受佛法的人 重罚 五百银两 五百银两 大家呢 见了法令之后呢 都舍不得 啊 这个五百银两 那很多啊 五百银两 所以呢 当佛与弟子们 一路成之后 家家户户呢 都赶紧关上门 于是连续三天 僧众们皆空拨而回 就是没有人供养 到了第四天 有一位婆罗门长者的一个老用人 他从屋内端出一些已经收掉的东西 准备倒掉 已经坏掉了 一眼看到佛陀 威仪庄严的形象 犹然升起恭敬之心 他很想供养佛陀 但是他一看 手上拥有的东西 即粗糙又已经有一些收了 变坏了 他怎么能够来供养 这么尊贵的佛呢 他在想 这如何是好啊 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佛陀微笑放光 佛陀的微笑 眼睛里会放出那种佛光的 欢喜的用波 沉过老夫人手上的收拾 就是收掉的食物 并转头告诉阿难 阿难 这位老夫人一心虔诚 因为她虔诚供佛的功德 往后得十五节 升天堂享受快乐 十五节后下升人间 具出家修行之因缘 因为佛陀 她会讲因缘的了 这位老夫人的主人呢 正好听见 从屋内马上走出来 她马上觉得 哎呀 这个佛陀讲的这些 真是不可思议的 不知道的 有几个人能知道 十五节之后在天上 十五节之后又到人间来 最后还成全她的出家 这个佛就问这位婆罗门长者说 啊 这位长者 你可曾见过 其他不可思议的事啊 这佛者很可爱 就问他 你还见过其他不可思议的事吗 你刚刚听了这个事情 你就觉得不可思议了 长者回答 哦 有啊 一次我们有五百圣把车 结伴出游 由于啊 天气闷热 便找了一棵大树 遮阴 这个大树啊 大到可以 容纳五百圣车马 而有鱼鹰 什么意思啊 这个树大的呢 五百人啊 这种马车啊 全部在这个树下面 还有多余的地方 可以遮阴 就是可以遮阳啊 所以树木之大 真是不可思议啊 佛陀 这个人就告诉他 佛陀赶紧就问 那你知道 这棵大树的种子 有多大吗 长者说 啊 如芥菜子 那么小 佛说 这就对了 这就是因小果大的道理啊 老夫人果报 同于此理啊 我们学佛人 师佛的因 虽小 虔诚的 亲近的 信心 却很大 所以会得到 这么大的果报 你看我们 到观音堂 我们 磕一个头 好像看起来 很小的件事情 但是你知道 可以避应你的家庭 避应你自己 避应你 自己 认为应该 受到避应的 所有的人 你磕几个头 跟菩萨 虔诚的 去求 菩萨都会 满足你的心愿 这么小的一个阴 今天 你点了 油灯了 你的眼睛 可能就 免除一刀 或者白内障 你今天 虔诚磕头了 你的家里 就可以躲过 很多的劫难 这就是 因小果大 这个长者 听了佛陀讲的 他认为很有道理 这个佛所说的话 没有半句虚言 他又看见 佛声像放光 庄严无比 就赶紧呼叫林里 哎呀 天人导师啊 佛已经出现在 我们的面前 他所说的教法 可以引导我们 脱离烦恼 大家赶快来吧 因为 这位长者 就是年纪很大的 就是一般的说 我们城里的 一个很有威望的 一个人 他一叫啊 哎呀 所有的人都 纷纷走出 屋外 他们同时 被佛的光明 庄严所示售 就是当一个人 你们看见他 很庄严的时候 你们很尊敬他 佛 马上坐下来 为他们 演讲佛法 在场的人 听得都 法系充满 你看他们 听得法系充满 之后 做什么事情 他们纷纷去 缴纳罚款 所以过去 为什么 一听到佛法 就能 赠得 很多的果位 过去的人 真的诚实啊 好啊 过去哪要律师啊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啊 现在的人 就是律师 签了字 他都会赖 不诚实啊 你看那些人 纷纷去缴纳罚款 为了供养佛 听佛的教义 佛罗门成主 就是他们成的 一个最大的 感到十分的奇怪 哎 钱是人人都爱的呀 大家为什么 愿意损失 这么多钱呢 来交罚款 去供养啊 这其中 一定有大因缘 他自己都没有听过 这时候成主 也因此 受到感动 恭请 佛到皇宫去 说法 所以 整个城池的人 全部受到 佛陀的教化 佛因为老夫的前程 佛陀布施出 含笑放光 所以你看看 佛陀 他的笑 能够让众生射手 感到那种慈悲啊 由于放光的因缘 消除了大家的疑惑 所以你看有些人讲话 别人就相信他 因为他眼睛里散发出的光 那是诚实 那是不欺骗 所以佛陀就是 用他的眼光 笑来解除大家 对佛陀的 佛法的那种疑惑 这就是以方便法 应激社教 你看我们到庙里 看佛陀的像 很庄严 从来没有一张像 佛陀在笑 你看佛陀为了救度众生 他就笑 接着 佛陀就进一步 普师法语 教导众生解脱 知道 这就是破获除疑 从体启用 所以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救人 就要看到别人的 真实内心的善根 不要去看到 他七十天中 八十天中 那些让你不开心的 一些意想 所以不要刻意去猜测 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 和正确的判断 通常你去猜测 别人的想法 你一定会错误的 所以不要我们懂得 拥有慈悲的爱 自己不执着 去化解别人内心的执着 正因分离 是必然的 我们经常讲 正 那是很重要的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面 我们人到今天 不好好学佛 浪费了多少青春年华 每天在哭泣当中 在追求当中 在欲望当中 得到的那些失去和绝望 所以学佛人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 在你一定会觉得 后悔的事情上 做不到的事情 不要去做 你一个人 硬要让自己 变得美好 那只是外表的香 所以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 真财实学 有德自然香 所以希望大家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心 实实在在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 走向我们 佛的伟大的真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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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